歡迎收看挑戰新聞 人手一機智慧型手機的時代 各大手機廠都是使出了渾身解數 去年Samsung Note 7大爆炸 讓Samsung損失非常多 本來以為說Apple會吃掉整個市場 沒有想到意外來讓中國的華為跟OPPO截足先登 今年2017年更熱鬧了 昨天本土品牌HTC推出了全世界第一支 藍寶石的玻璃手機 哇 賣得不貴的喔 而且雙面看正面看漂亮的不得了 用玻璃做的 而且在網路上面聽說是一片好評 不過更猛的是2月份的時候 Nokia要重回榮耀了 Nokia 8原汁原味的芬蘭機 如何能夠重回榮耀呢 大家都等著看 另外今年9月份這更猛了 因為Apple手機滿10周年 Apple 8要推出 據說這次的Apple 8呢 鐵定讓所有全世界 用智慧型手機的人一定會換機 好 這麼熱烈的手機市場當中 真的每個人都一定是有固定的 這個品牌忠誠度嗎 還是其實你隨時隨地都會換手機呢 今天帶你來看 首先歡迎溫水觀光者余遠璇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歡迎競技專家矽松扇 主持人好 大家好 3C打電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軍情 海溫網正名師下尾 我也好 各位觀眾晚安 HTC推旗艦機 瞄準追求流行時尚的雅癖 還有年中即將到手的上班族 手機大廠宏達電 搶在2017一開頭 就推出最新旗艦機 U-Ultra 主打亮點 要揮別以往手機的金屬機身 品牌破天荒 將手機外觀 改成了3D曲面水樣玻璃 HTC 新款旗艦機 除了外觀導入前後玻璃機身 第二螢幕設計 手機兩側邊框採用觸控鍵面 只要輕輕一點 許多應用程式如相機 社群媒體就會輕鬆跳出來 一共有黑 藍 白 粉 四色 為了擴大中間手機市戰率 三星也不妨多讓 推出強大產品 比HTC更早發表的 三星Galaxy A7跟A5 雖然是中階手機 卻搭載旗艦機才有的防水功能 耳機孔及充電傳輸孔無蓋設計 可在水下1.5公尺 浸泡30分鐘 1600萬相機畫素 有黑 金 粉 三色 接近旗艦機功能 卻只賣中階手機價格 就是為了彌補之前 電池爆燃流失的大量訂單 2017年才開始 手機大廠以來勢洶洶 推出最新旗艦產品拼廠 變外觀 拼功能性 就是希望消費者趕緊買單 好 來勢洶洶 很多觀眾朋友都知道說 其實在網路行銷當中 其實可以買廣告 這幾天我們仔細看 HTC的這個好評非常多 不過今天請3C答案Tim來說說看 Tim你認為這次 咱們的本土品牌HTC 真的可以重返榮耀嗎 你應該沒有廣告的壓力 我完全沒有 但是憑良心說 以高階智慧型手機來講 以今年的市場 主要的趨勢是 你正反面有玻璃 還有你是雙鏡頭 甚至於你有無線充電 快速充電 在裡面的話 這幾個的基本規格 還有你螢幕的屏佔比 要夠大 這樣子是今年的最重要手機趨勢 等於說如果有這些功能的話 就變旗艦機了 沒錯 那我們先繞回來 HTC它這次發表的新機 藍寶石玻璃這一個 第一個它是藍寶石玻璃 沒錯 一般把藍寶石玻璃用在 所謂的3C配件上面 都是用在手錶 因為面積小 那藍寶石玻璃好處是它防刮 可是那麼大面積的防刮 你有可能呢 你要怎麼知道它是藍寶石很簡單 你那個燈光照下去 反光你才會知道說它是藍寶石的 它藍寶石玻璃防刮會不會防破 這個就是一個問號 所以還是有可能很容易破 還是有 因為 要摔摔看 我們不要現場摔 因為現場我也沒帶 但是呢 通常大面積的時候 你手機摔在地上 你還是有可能是會有裂掉的情形 尤其是在所謂的撥油路上 我們希望HTC一定要加油 對 我覺得它一定要加油 然後但是它的背後 這一次有達到 我剛剛說的第一個市場趨勢 它是所謂的玻璃 所以 曲面玻璃 可以的 這個有達到 再來它正反拍照的是1600萬畫素 可以嗎 1600萬畫素 剛剛他們講的 三星的A5跟A7 也是正反1600萬畫素 所以其實它這個規格就有點弱掉 因為Sansung的是中階機 Sansung的中階機賣16000多 你知道藍寶石玻璃這個HTC賣多少嗎 多少 28900 幾吋 5.7吋 好貴喔 是不是是不是這個價格有點 跟Apple一樣貴 對 有點無法下手 一般現在要破2萬塊的智慧型手機 你絕對一定要有特點 那或者是品牌力要夠強 特點也很不錯啊 你看藍寶石玻璃 對 藍寶石玻璃 但是它特點還不夠吸引人 掏出28900去買它的手機 因為呢 通常你要賣2萬塊手機以上的 第一個你品牌力要非常強 像蘋果 不然就是呢 要你的裡面的功能要夠多 例如什麼功能要夠多 它這次有的功能 我個人也很買推薦的 就是語音可以聲控它 喔 語音助理跟它聊天 對 HTC有啊 有 它的C 今年的CES很大趨勢 就是你要能語音去聲控 相關的配件 所以Amazon它那個機器 可以賣得好 很大家矚目 所以它的手機 有把這個內建進去 我覺得有加分 還有哪裡不夠 其他就不夠了 畫素不夠 第一個拍照畫素不夠 品牌力不夠 品牌力不夠 因為大家現在 這兩年 大家對於HTC的品牌 就覺得說 它好像是在賣VR 是不是 對 而不是真的是 很有力道放在手機上面 還有就是它裡面的硬體的規格呢 也還不夠 對 它就是這三個不夠呢 所以我覺得 如果這支手機它定價 策略可以再降低一點 我相信這支手機 有可能也會大賣 不過講到品牌力最好的Apple Apple真的在今天9月份推iPhone8 真的會造成市場一片炫風嗎 這次iPhone8 其實綜合目前所有的爆料 有三個趨勢是一定會出現的 第一個是無線充電 第二個是剛剛HTC已經有做的 叫做正反都玻璃 哇哦 你看Apple正反玻璃 從以前iPhone4那時候正反玻璃 你就覺得它正反玻璃 會玻璃得很漂亮 所以它的正反玻璃也會出來 後來又沒有了 後來沒有拿掉了 那最近的消息是 它這次除了正反玻璃以外 它會沿用iPhone5 所謂的金屬的鋁邊框 去縫邊緣 所以會讓你感覺看起來 它好像是一個無邊框的手機 所以我剛剛說的第三個趨勢 就是屏佔比要夠大 那Apple有拿到這三個 目前大家聽你這樣講 你很像蘋果迷 我是果迷 沒錯 可是我跟你說 目前屏佔比做最大的是誰 小米 小米出了一個叫小米MIX 它的屏佔比整個螢幕94% 可是小米在去年2016年不行 他輸給華為跟OPPO那麼多 沒錯 他就是因為輸了以後 他在去年的十月 推了這個屏佔比大的手機以後 所有人重新再看小米的時候說 哇 這是黑科技 真假的 對 所以今年我就說 今年的所謂的屏佔比要夠大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趨勢 那Apple有可能降價嗎 不可能吧 Apple絕對會更貴 他絕對會更貴 你知道為什麼他更貴嗎 今天如果他拿掉了 所謂的實體的充電以後 你知道蘋果 他是用Lightning在做充電 他裡面賣的晶片 是會賣給所有的配件廠 他都可以抽所謂的授權金 一旦他變無線充電以後 請問他的這個晶片 還能收錢嗎 不行了 他轉家到哪裡身上 消費者身上 因為他把無線充電做進去了 所以他的手機永遠只會變高 而且他現在又傳出 他有可能要拉回美國去做製造 他的這個價格 老實說有可能會比現在貴個一兩千塊 另外有沒有可能也是很有市場 例如是Nokia Nokia這次推出Nokia 6 不過Nokia 6也是中階機 結果真的不知道應該是很故意吧 說什麼Nokia 8沒那麼快發表 但是裡面的晶片商 還提早幫他曝光 這一次就是你也知道 CES展出就是說展出我今年要所謂的發售的商品 對 高通剛好是他們合作的非常好的夥伴 那當然他就把他要接下來發的機種一定要拿出來 你會挑鋼的吧 我是感覺是挑鋼的 但是他拿到了新聞版面了 他這次高通呢 他有可能裡面會搭載所謂的高通的最新的那一顆晶片 那一顆的835晶片是有可能是如果直接搭載進去以後 他在所謂的3D處理跟VR處理 還有他的快速充電會支援到QC4.0 什麼意思 充電10分鐘 講電話可以講2.5個小時 就是快充 你看快充Apple也沒有啊 快充沒有 Apple沒有 Apple是走無線充電 HTC有 它有 但是在安卓陣營快充其實已經不是基本的配備 但是你要到QC4.0 一定要搭載高通835這顆處理器 請問這個Nokia是鴻海操刀 還是原局原位芬蘭 這個品牌現在其實是被鴻海買走的 所以其實裡面呢 包含組裝都是由鴻海來操刀 所以並不是芬蘭的 是台灣的 是芬蘭品牌 但是算是台灣的製造 另類國貨 另類國貨 但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Nokia當時呢 在微軟 他還沒有賣給所謂的鴻海的時候呢 他的在微軟這個時候 他的拍照其實是讓所有3C的波羅克很驚豔的 但是他這一次呢 聽說Nokia 6拍照呢 的調教沒有像之前他在微軟這麼好 所以我很期待他在Nokia 8接下來要發的這支手機 他在那個拍照跟系統調教上呢 一定要跟上腳步 否則的話呢會雷聲大 雨點小 不過說要手機喔 其實不一定要貴才好用 其實只要夠用就可以 你知道印度 印度其實當地的政府希望推廣整個這個智慧型手機 他說手機不用貴了 能夠上網能夠怎麼樣做就可以了 說一支喔 30塊美金要把它做出來 而且聽說很好用耶 對 你知道他這一次 他這一次呢 其實因為呢 政府有做補貼的關係喔 所以呢 他們呢 當然就會去做所謂的招商的動作 結果沒想到他招到這個印度的廠商喔 他發現到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的那個CG 你有沒有看到 他有 他的那個CG上面的下面那個圖呢 是有被圖改過的 你是說這一支是印度的手機 對 那這也是圖改 對不對 圖改過了 拆掉之後變這樣 圖掉的話 那個什麼 那是中國的山寨的品牌 畫圈圈那是中國的山寨品牌 對 中國的山寨品牌 意思是呢 這一家的那個配件 這一家系統商很聰明 他去中國找一個系統的山寨牌 然後呢 去符合這個補貼的規定以後 他買去印度了 然後呢 就直接來賣了 結果沒想到兩支手機 長像是長得一模一樣 真的是因為賣的是中國的山寨機 是中國山寨機 對 但老實說 他們印度當時呢 他們要做這個政策 其實是希望所有的品牌 可以在印度落地生根 落地製造 也可以提供就業機會 沒想到這個廠商竟然出了這個大包 而且還被大家發現 對 所以其實說實話 目前這樣看下來 中國的山寨的 這一些相關的製造 它的價格呢 還是有比印度有優勢 我們來看看50年前的1月13號 台灣海峽上面發生了 據說是台灣跟中國 最後一場戰役 不過這個戰役到現在為止 到底誰贏誰輸 羅生門 中國說中國他贏 台灣說台灣我們贏 到底怎麼回事 這是國共內戰中 到目前為止 最後一場空中的一個衝突 那事情發生在民國56年 也就是1967年的1月13號 那天空戰是怎麼回事呢 那天其實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很多次 兩岸之間所有的空中戰鬥 幾乎都是因為為了要 掩護我方的偵察機 到大陸的東南沿海 進行戰術偵察而引起的 這一天自然也不例外 一樣的任務 對 那天就是空軍 獨立12隊的一架偵察機 那時候是12中隊 那時候12中隊有一架 RF1動4偵察機要進入大陸上空徵照 那RF1動4偵察機 在當時來講 它是配備了一個機身的 一個主錘相機 就是一個垂直向下的一個相機 那他進入大陸徵照之後 那當天他的那個任務 我想應該不是一個很普通的任務 為什麼 因為他當時把那個第六大隊 作戰科科長宋俊華 宋俊華中校 然後由他來親自操刀來進行任務 因為當時我們空軍的徵照隊的編制 當時是有兩個中隊 一個是配備RF1動1的第四偵察中隊 還有配備RF1動4的是第十二偵察中隊 當時這兩個中隊合組 一個叫第六偵察大隊 駐地就在桃園 桃園空軍基地 然後當時他以當時來講 就是說宋俊華來出這趟任務的話 他當時已經不是十二隊的飛行員 他是第六偵察大隊的作戰科科長 所以你看 由大隊的作戰科科長來親自操刀 代表這趟任務相當的重要 結果他那天上午去飛 上午飛了一趟以後 回來以後 結果發現那天徵照的效果不好 因為那天可能天氣不好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你從空中徵照照相 也還是有光圈快門等等 一些相互要能夠配合的 如果你那天光線條件不是很好的話 那天你上午去徵照 效果就不會好 他們徵照的時候 通常也是挑上午十二 上午大概十點 或者說下午兩點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陽光照射的方向 可以讓地面的要拍攝的東西 產生一些陰影 然後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像這架 後面這架 鏡頭上面那架 偵察機 那架就是RF104偵察機 你可以看到 鼻輪後方就有 剛剛那架鼻輪的後方 就有徵照的相機在上面 所以那天上午 司徵軍華去照了以後 因為那天天氣不好 所以回來發現 照的效果不好 所以就必須要下午再照一次 而空軍的這種徵照單位 他們有一個特性 就是說今天這個任務 就是你今天要去負責 這一趟的徵照任務 你去了以後 如果發現做得好 效果不好 那下一次還是你去 為什麼 因為這是你之前 已經走過一次的徵照路線 要完成的意思 所以第一 你也熟門熟路了 然後也不需要再 額外再做特別的簡報 然後所以下午 因為對於效果本身不滿意 所以下午他就再起飛 再去了一趟 但是因為你上午已經去了一趟 當時大陸方面 就已經有派出戰機 要準備攔截 當天上午的 煙護的部隊 起飛上去以後 但是雙方並沒有接戰 但是下午的這一趟 就在這一趟再去的這趟徵照任務 大陸就派遣了戰機 而且雙方終於對頭對上 對上了 終於對上了 對 那天我們 就是他們原本 那四架飛機 還是在清泉岡基地 進行一個警戒戰機 我們有四架 對 有四架 對方是大概 對方我們那時候 他們說接戰的時候是兩架 但是我們剛剛講 就是說接戰的時候 就是當時我們四架戰機 從清泉岡基地 緊急起飛的時候 那個時候 由領隊蕭亞明 然後帶領了胡士林 還有石貝波 跟另外一位楊敬忠 楊敬忠是三號機 對 所以當時胡士林 是蕭亞明的二號機 然後他是石貝波四號機 代表這兩個 其實是那四架編隊裡面 都比較資深的人員 因為通常 我們剛剛講到 一個四架編隊 然後四架的領隊 通常是最資深的 然後二號機 其實是整個編隊裡面 最資深的 然後三號機 又是除了掌機之外 是資深的 然後四號機 又是三號機 跟二號機 跟四號機裡面 相對來說 比較資深一點的飛行員 所以當時來說 他們兩個 其實是那整個編組裡面 算是最資深的兩個人 那他們那時候 接到緊急起飛命令以後 因為我們通常都是 由我們的戰管 看到有狀況的時候 比如說他在徵兆 已經有遇到 有攔截的敵機了 這個時候 我們的戰管 就會下令 四架戰機緊急起飛 緊急起飛之後 然後升空 一路後攔截不關 直接向攔截點接近 所以當時 他們當時說 他們起飛以後 然後迅速的爬高 然後就看到 當時我們的 宋俊華中校 駕駛的那架 IF-14偵察機 一直在從大陸沿海 飛出來 然後後方 還有米格-19追兵 所以當時為了要攔截 為了要解救這一架 去徵兆的 這個IF-14偵察機 當時蕭雅民 掌機 就立刻下令 準備接戰 他用的口令叫做 Weapon Hub A-B On 就是 Weapon Hub 就是要把 Weapon 就是飛彈的部分 開始通電 然後A-B On 就是要開後燃器 然後開始進行接戰 所以那時候 他們 這四架飛機 開始咬住 那兩架就是 來追的米格-19戰機的時候 當時蕭雅民本來是 站在最好的位置 然後但是蕭雅民 他可能那時候因為緊張 或是那時候武器 電門有故障 變成他按了兩次 箱尾蛇飛彈 出不去 然後那時候 他後面 二號機 那個胡士林 馬上就說 我來我來 然後蕭雅民 就把那個位置讓開 然後胡士林 就發射了一枚箱尾蛇飛彈 然後立刻擊落了 當時正在其中 追我們 那個腰中式徵兆機 的其中一架 米格-19戰機 不錯喔 兩台中一台 對 然後那當然另外一架 馬上就開始逃了 對 然後他逃的時候 那當時那個十倍波 十倍波的情況 他在那天任務裡面 他其實比較特殊 他的任務 是因為他當時 在起飛的時候 地面有一個裝備 然後印象是 棄人車故障 所以讓他飛機 啟動的時間 比其他人要慢一點 等於說其他人 已經都起飛 三架已經上去了 然後他還後面 那個追上去 然後他後面追上去的時候 因為等於你 最後面來 所以剛好 那空戰的 把大家對行 都打散在這種情況下 所以變成說 他那個時候的位置 內陸逃走的米格19戰機 他的位置最好 所以他就 馬上就跟著進去 然後在雲霧之中 他有說那天 其實海峽上空 天氣很不好 所以他意思是 在雲霧之中 追著那架米格19 進去以後 然後他發射 兩枚翔尾蛇飛彈 然後其中一枚命中 所以好 這個時候就產生了 一個事件 就是說後來空戰打完了 打完了之後 領隊肖爾明 就要叫四架飛機 就其他三架飛機 Check in 然後2喊右 然後3也喊右 任務結束 對 然後OK 那四架就要開始航向台灣 但結果飛了之後沒多久 他們就馬上警戒 又聽到一聲 不知道為什麼 就聽到一聲 然後後來落地的時候 就發現三號機沒有回來 一台不見了 對 一台沒有回來 那當然也因為這樣 大陸方面就有一個 截然不同的說法 大陸方面截然不同的說法 就是說他們那天 也是去攔截 我們的偵察機 然後後來在追 我們那架偵察機 出海的時候 就看到他說 其實還有四架掩護機 就在旁邊進行掩護 然後他們就馬上 做一個大轉頭 然後直接就是說 讓他們的四架飛機機頭 正對著我們空軍的 四架F-104戰機 而且就發射了 他們用機炮 然後用機炮發射以後 然後而且就擊中了 其中一架 他講的活力活線說 看到一架F-104 馬上就冒出黑暗 然後翻著肚子就下去了 然後其實 這個真的是 就讓我整個事件中 對他們這個說法 最存疑的地方 因為當時如果 雙方是對頭通過 對頭通過的話 那個速度 以腰動勢來講 當時已經是 應該是接近音速了 然後米隔19速度 當時也不慢 所以兩架飛機 交互通過的速度 加起來 你跟我的速度 加起來是兩倍音速 你要能夠機炮 打中我們的飛機 那聽起來的確是 那真的是聽起來 讓人覺得 非常的匪夷所思 而且他說 那個打中以後 還能看到我們的飛機 這樣翻個肚子下去 兩倍音速的情況下 那速度非常快 你哪有可能 看得到對方 所以這個地方 大陸方面的說法 比較讓人覺得 沒有辦法能夠說 能夠讓人 夠接受他們那個說法 但是他們又強調 說當時 擊落我們楊敬忠 上位的飛行員 叫胡壽根 胡壽根手上 他說有 當時照相槍的 拍下來照片 但是他每次 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都是在採訪的人 或什麼人的前面 就晃了兩下 從來沒有人看過 他那個照片 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就是說 他當時空戰 這個事件 就變成說 50年前這場空戰 到今天依然 羅生門 就是大陸方面的說法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的說法 因為基本上 大陸來講 他們基本上 那麼多年來 他們對於 他們被我們擊落的飛機 基本上 大部分都是不予承認的 但是當天 其實我們很確定 一個狀況 就是空戰結束以後 大陸其實一直在呼叫 一架米格19的飛機的編號 而且從下午 這個空戰發生以後 一直呼叫到晚上 一直在呼叫 就代表那架飛機 一直到晚上為止 都沒有回去 所以我們就可以 幾乎百分之百肯定 至少我們也絕對 絕對至少 只有擊落一架飛機 當然 胡適林跟石貝波 這四個人裡面來講 當時蕭亞民 他其實在那次空戰之後 沒有多久 後來就因為一次 訓練任務 實施訓職 然後胡適林 大概在民國79年 也就是1990年的時候 那時候他還在 三連隊任職的時候 因為癌症過世了 然後當然 三號機 楊敬宗上位 當天訓職了 那後來石貝波 他其實在空軍 也沒有待很久 大概他在空軍 大概整個服役的時間 差不多十多年吧 十多年之後 他就退伍 最後他在前幾年 就是當時的政府 有製作一個 就是保衛台棚的 一個紀念章的時候 當時石貝波先生 是有申請這個獎章 而且有當時馬前總統 親自為他別上 那個護衛台海的 一個紀念章 要過年了 新北市的警察局 在進行大掃除 沒有想到說 發現到 怎麼會有十個骨灰坛 裝在個大袋子當中 就放在警察局的櫃子裡面 原來 這十個骨灰坛 有的是 殯葬業者 拿豬骨 來充當人骨 大賺黑心錢的秘形 好 那麼經過調查 原來說 這十個ON 是平面媒體記者 當時就直接 把它放在 這個警察局裡面的 那麼幾年經過 之後 說沒人出力啦 這是這個年庄大嫂說才發現的 那麼事實上 這裡面有很多人秘辛 剛才你有特別看到 原來殯葬業者 用這個方式 豬骨代替人骨 竊取很多的 這一個所謂福報的費用 其實在殯葬的部分 一直以來都有很多 讓人們不知道的秘辛在裡面 對 我們講到這個案子的時候 其實為什麼豬骨跟人骨會混用 因為人類的這個結構跟豬的結構 我們講你跟豬一樣 差不多啦 這個基因突圖裡面 大概百分之八十五是相似 相似這麼高 對對對 這個基因突圖裡面是很相像的 所以一些實驗 通常來講會拿豬來做一些實驗 那我們所看到這個這個案子 比較特別的是 那時候有擲筊嘛 擲了十次 哇 請不走 你不知道是人還是豬啊 那時候還是一團迷霧嘛 你說想要把它請走 一直擲筊擲不筊 對對對 擲不筊 後來是這個副局長一來就擲 擲就有了 老大來了 對 老大來了就把它給請走了 因為豬不知道怎麼回應你這樣 對對對 沒錯 但是這個案子來講 我們講看起來像是一個烏龍案 因為這是2014年的一個事情 對不對 然後那時候這個看到 殯葬業者跟公務人員掛鉤 到處去搜刮這個豬骨頭 來做這種混沖 可是常常我們在這個 實際上的這種社會新聞的經驗裡面 會發現說 這有些是無可解的靈異事件 等於是說你也不知道 到底那個人是誰 對對對 是無名的人 對 這個烏龍事件 跟靈異事件 有時候是一線之隔 那我們再講說像土城那邊 就有一個大木工 那就是很多很多警戒人士 也會去那邊拜拜 因為大木工就是根本就是有點像是 全部集合在一起 對對 他其實是一個我們所講的音廟 然後很多難解的事情的時候 就會跑去那邊去拜拜 說希望能夠擲筊 能夠獲勝 像這個異種大木工 土城這個異種大木工 在2011年的時候 那時候就曾經發生過一個 這個姓謝的一個計程車司機 去性侵一個這個日本的呂大生 來臺灣做交換生 那他性侵以後 大家就開始要收壓他 對不對 他就開始言辭狡辯之類的 幹嘛的 結果竟然被交保 交保以後呢 他就開始逃跑了 跑掉了 跑了以後 警察就要去追他 追了大概七十個小時 那時候的這個警察人員 就跑去這個土城的大木工這邊 去擲筊跟神明講一講 結果沒想到那個現報就回報說 那個謝姓的計程車司機 就在大木工旁邊 有一個這個中狗亭 一隻黑狗的糧亭 那邊他在那邊等他妹妹 要去拿錢給他 讓他去跑路 結果呢 警察人員就正好就在這個大木工 這麼剛好 就去把他給逮捕了 所以這冥冥當中啊 你說神明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天意 所以警察靠靈異辦案 有的時候就很難講啊 但是你說他是巧合 可是冥冥當中呢 也有一個天理所在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藝種大木工 他是怎麼來的 其實他是土城地區的一個 很重要的這個客家信仰所在 那為什麼會說他是一個客家信仰呢 因為這個地區在過去是這個漳州人移民來到這裡居住的 那漳州人本身是有閩南也有客家 那客家像趙安啊 平和啊 這幾個縣份移過來的 然後在乾隆五十一年的時候發生林爽文事件 那林爽文事件那個時候林爽文的這個殘餘的部落 跟當地的這些客家族群的還有閩南族群 就是相互就是搶地盤 對 也不算搶地盤 因為他們等於算是造反 所以他就就是幫助滿清 幫助清朝 把這些造反的人士給做消滅 想要平息他們 對 平息他們 可是平息的時候呢 就有一些誤會 傳達上面有一些誤會 因為你不曉得說 當初一個情報就是說 這些死掉的人都是林爽文部的人 那時候朝廷就下令說 他們要讓他撲屍荒野 不可以收埋 那你這樣不可以收埋的話 沒人敢去碰 可是後來地方的鄉村就認為說 這裡面有很多是無辜受難者 因為這樣子牽連被殺害的 可是他們也這樣子撲屍荒野 這樣是不人道的 所以就跟朝廷講說 這裡面有一些是受難的民眾 有些也是幫助朝廷 去抵抗林爽文的 所以後來才因為這樣的一個理由 把他們給收埋 在這個乾隆五十四年的時候 開始這個建廟 就把建建立起來 然後到大正年間的時候 又擴建 到民國的時候 也陸續的做了一些改建處理 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這樣的一個大木工廟 那大木工廟 現在已經被這個新北市政府 你以為算是一個重要的一個文化遺產 一樣 就是把它登陸下來 所以現在每年的這個農曆七月十五號 那邊的普渡拜拜 其實也是非常有名的 然後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右手邊是黑狗 就是剛剛協助破案的這隻狗公 其實是因為大木工 它的風水地是裂在所謂的黑狗穴 在日治時代的時候就曾經當地的奇老就講出說 這個大木工它正好是一個像黑狗的一個形狀 那這個木的本身位置所在地是在狗嘴這個地方 然後它旁邊有一個小山丘 這小丘就是狗的身體它趴伏在那裡 然後在後面有一座小橋 那小橋就是它的尾巴 這樣子 對 但是這個尾巴已經不見了 因為現在已經填平變成馬路了 那狗的前方有兩個這個小丘 這兩個小丘他們就比喻說這是兩個飯糰 為什麼是飯糰 那是寫給日本人看 就是說這裡面有兩個飯糰 那旁邊有一個水池 那這個水池是什麼 就是狗的那個要吃東西的那個 那個飲水的氣 像畫面出來了 對 所以你會看到說 對 一隻黑狗 趴伏在那邊前面兩團飯糰 前面還有一個水 這樣子 這個叫做黑狗穴 但黑狗穴是不是真的 就是當地的奇老所述 這樣也可以讓大木工產生一個故事性 讓他變得比較有趣一點 那不管怎麼樣 有沒有黑狗 他是從風水穴裡面去演化出來的 可是附近還真的有很多的黑狗在那邊活動 所以所以到這個大木工的時候 大家就想說 好像這個黑狗很忠誠 這邊顯靈了 就就幫他蓋了一個這樣的一個象 那這個象你去摸他的時候 都有一句吉祥話 應運而生 孟九嘴會大富大貴 孟九尾會賺假費 就是賺很多錢 孟九康比康會假好 孟九爺爬會叫阿爸 就是你會生孩子 對 你會生孩子 就是當地就有這樣的一個傳說 所以每次都會去摸這隻狗 摸的亮晶晶的就那個地方 就是會生孩子的地方 對 求子 最近在澎湖馬宮發生這個讓人無法了解這個命案 這對姐妹帶自己的小孩一起燒炭自殺 那到目前為止真的搞不清楚他們為什麼這麼做 有一說他們久病厭世 有另外一說其實是為了錢財 因為據說在整個的這個現場當中 有好幾十萬的台幣在裡面 對 這個案子也引起了這個一個新聞上的一個 就是我們整體這個台灣一個新聞的重視 那這個案子其實比較特殊的就是有五個 五個就是女的 然後就是到底是不是集體自殺等等 現在是變成了這個羅森門 那最主要這裡面就是一個是屋主的太太 就是陳家 另外一個是屋主的妹妹 變成蔡家 然後屋主的妹妹跟屋主的太太 然後他還有這個帶著 這個陳家的長女跟次女 還有蔡家的一個次女等等 然後集體在澎湖馬宮的一個住宅 二樓的一個更衣間的地方 然後把那個房間等等 都用膠布把它貼起來 貼起來以後 然後五個人就在裡面 疑似燒炭自殺 但是現在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 現在檢警也都還在查 最主要這個案子 因為警方也出來做說明 他說第一個初步排除 可能是宗教的因素 但是像這個東西 以往我辦一些案子 基本上有一般都是 這個家人因為財務的問題 然後帶著小孩去親生 那親生的時候 小孩沒有辦法抵抗 第二個可能是因為宗教的問題 很多因為迷信信仰等等 大家有一個公統 就以為是我們可以升天等等 很多是因為宗教的問題 這個案子我覺得比較奇怪的是 又不是宗教的問題 但是這個案子當然也有 檢方也懷疑是不是酒病厭世 酒病厭世也只有其中 就是屋主的妹妹 就是那個菜女 那屋主的妹妹 她酒病厭世 為什麼其他人 要跟著一起去親生 問題很大 對 這個問題很大 那財務的問題是 發覺他們這個家裡面 沒有財務的債務的問題 他是現場找到有70幾萬 現金 現金 然後他 而且他現場有留下遺書 可是這個也不叫遺書 他只是怎麼樣 他只是寫說 這個財務等等交代一個去向 交代一個去向 可是他為什麼大家要集體的親生 然後為什麼要大家 有這樣的一個作為等等 是不是其中有一些人 根本就是剛開始可能是默認 可是後來中途有沒有還悔等等 這方面現在警方也還在查 不過最主要這個 以我們 以這個偵查跟見識的角度來講 基本上像那個膠帶 他們因為要把那個房間要貼起來 所以膠帶上面會有一些指紋 或是相關DNA 已經找到兩個人了 但是檢方沒有透露 到底哪兩個人 可是其他人現在因為這個案子 都還要經過解剖 然後經過檢驗 相關的政務也都在檢驗中 那到底有沒有人不願意 不願意 那當時可能是大家就帶著一起去 一般來講這種一個人假設酒病厭世 那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是酒病厭世等等 或者是有精神上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我也懷疑了 有沒有一些民性 宗教的問題 其實現在警方還在查 也是五姐 也是集體死亡 發生在17年前 如果說你記得的話 當時彰化20這個洪若潭的命案當中 一家五口都死掉 不過也很特別 也有遺書 遺書上面是這一對爸爸媽媽寫的說 他已經把三個小孩殺死了 然後自己再走到焚化爐 自己把自己燒死 不過很奇怪 怎麼找都找不到這三個小朋友 有因為錢的關係嗎 因為宗教的關係嗎 到現在還是找不到答案 對 這也是 這個屬於就是類似全家 不管是怎麼樣 但我想現在這個變成全家 集體就是變成這個 不管是親生 或是其中有一些 趴殺的案子 也是變成一個非常大的懸案 這個案子17點還在調查當中嗎 對 但是問題他三個子女 剛開始三個子女 現在都沒找到 但是後來也宣告死亡 因為時間到了 因為在警方查這個案子的時候 最主要是在那個焚化爐 他發現的經過就是那個洪若潭 這個爸爸叫洪若潭 洪若潭他本身開一個公司 那公司的這個員工 因為要有一些事情 要到他們家請簽制 或是用印等等 結果去找洪若潭的時候 結果發現案件裡都沒有 後來就翻牆進去 翻牆進去找做 後來才發現 他的那個就是洪若潭 跟他的太太 這個姚寶月 兩個都死在那個焚化爐的地方 住家為什麼要放焚化爐 對 那就在焚化爐 那焚化爐 那裡面最主要你想 一個人怎麼樣 活生生的進入這個焚化爐 而且要把門關起來 而且要點火等等 後來魂化爐後來發現 他真的事先預謀 因為洪若潭是一個非常的拘謹 而且要求完美 非常絕對完美的一個人 所以他先殺了老婆之後 再一兩個一起燒嗎 對 結果他的遺書裡面怎麼講 他講說那個三個小孩 已經被他燒了 先燒了這個小孩之後 然後磨成粉 他旁邊還有一個磨粉的工具 結果那個地方 因為一般我們做DNA的話 如果你骨頭等等這些燒掉之後 你在磨成粉的話 高溫等等 對DNA是沒有辦法鑑定 所以最後這三個小孩 怎麼找都找不到 說不定那個粉就是是不是 但是那個粉他又寫到說 我已經把粉撒到這個大海裡面去 所以你根本找不到 所以找不到 所以三個小孩剛開始安全 任何激震都找不到 到現在也找不到 對 然後後來他的那個 就是洪若潭跟他的太太 姚寶姨 因為他進入的時候 他門沒有辦法關 所以他只好用那個鐵絲 在裡面就是把它鎖緊 就是裡面有一個東西 可以把它就是鐵絲拉著 把它鎖緊 然後點火是他可以延遲點火 延遲點火 結果點火以後 後來警方的檢驗的時候 因為他門沒有關的痕跡 所以溫度沒有很高 因此他燒的時候 是還有一些殘疾在 因你的專業你認為 他的小孩 三個小孩跟太太 都是因此被他殺死嗎 沒有錯 那個太太經過檢驗的時候 發現他的裡面是沒有激炭的 就是沒有炭穴的 那一般是進入焚化爐的時候 就是死了 然後那個洪若潭他進去的時候 他燒了只燒了一半 所以他在燒的時候 他是還活著 所以他是活活的被燒死 因此他身上就有很多的積炭 那三個小孩基本上 真的是找到屍骨無存 可是他遺書裡面有交代 就是這個小孩基本上 我已經三個小孩把他殺了 我在想這個小孩可能都先 用電極棒或是注射毒品 注射安眠藥 讓他昏迷之後 甚至於昏迷之後 甚至於把他用整個 用是不是活活的燒不得而知 因為現在這個小孩 屍骨無存完全都沒有找到 結果在現場也開挖了 開挖了 然後那個抹粉 有啊 整個現場都開挖也找不到 都找不到 那當然最後只有 從那個警方到場之後 只找到洪若潭 跟他太太 這個DNA是可以確定 可是到底是為什麼會這樣 是不是因為家產的問題 因為債務的問題 因為政治不滿的問題等等 所以那個案子到最後 也變成到底怎麼回事 因為遺書是歸遺書 可是到底這個三個小孩 到哪裡什麼動機等等 是不是他們厭遇的 這也是變成一個 很大的羅生門 等於說這個地方 變成一個凶宅 後來聽說賣給醫生 對不對 後來這個凶宅 發現好多靈異是不是 因為他有債務 所以債主就跑來 就要假扣押 假扣押就要開始 要拍賣這個房子 結果拍賣房子的時候 沒有人敢買 你問凶宅現在發現凶宅你低價買的時候 反而有時候凶宅慢慢你還可以高價賣出 結果你看原本大概是兩億左右 三千坪的這樣的非常漂亮的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園區 結果大概兩億 結果那個理性醫師用多少錢 一千一百萬 差這麼多 差那麼多 因為沒有人敢買 沒有人敢住 結果醫生他說不怕 他就睡在那個床上 也用那個棉被 而且中秋節的時候 對不對 烤肉 烤肉 對不對 又請人家進入參觀等等 他也住了很久 後來也賣 賣了以後還賣 這個還不錯的價錢 中途有人就要探險 有的人一些說 我探險這個鬼物 有人就攀進去 偷東西 或者說攀進去等等 結果偷東西 當然最後家屬 後來這個家屬就報案了 報案也有破案 也有人進去拍照 聽說也跌斷腿了 等等方面 後來這個裡面 當然有人有時候走的時候 就發現 紅肉坦在那個地方檢草 真假的 對 檢草就發生一些領域 然後檢草 或是有聽到歌聲 後來那個李醫師說 歌聲不是 那是我們裡面在唱卡拉OK 我們知道說日本的海軍 訓練很不錯 而且軍力很強 他們什麼地方得來這個自信 原來說這個自信 已經很多年前了 當時日本對俄羅斯 日本是以寡擊中 贏了俄羅斯 這就是日本海軍 這麼驕傲的原有 好的 這個日本海軍 打敗俄羅斯海軍 那當然毫無疑問的 我們就要提到 接下來要跟大家講的 日俄海戰 那當然日俄海戰 其實是從1904年 2月8號爆發 然後一直打打打 打到1905年9月 然後最後才簽訂 停戰協定的 這樣一個一場戰爭 這其實時間 可以說打了非常久 那為起因為何 那當然其實還是因為 那個中國 那個當時清朝 那個我們知道 他在1895年跟日本 打了一仗以後 打輸了 那打輸了怎麼辦 他就割讓了 那個包括遼東半島 還有台灣澎湖給日本 但是那個時候 就有三個國家出來 干涉了 說這個 你這個日本 打贏了這個當時的中國 的確是很厲害 但是你要的也太多了吧 因為其實為什麼 其實最主要 是因為當時俄羅斯 寄予遼東半島的這個利益 因為對於俄羅斯來講 雖然他當時 慢慢慢慢把整個 那個西伯利亞都占了以後 然後甚至於 就還把原先一些清國 就清朝在那個東北 一些更多的一些領土 因為我們知道 他原本以前在烏蘇里疆 還有那個 以東還有以北的 這些土地 都是屬於清國的 但是後來就慢慢慢慢 好幾個條約 就變成俄羅斯的 俄羅斯獲得了一個 那個深水港 在那個海森威 但是獲得了海森威 這個港 海森威這個港 還是有個問題 它冬天其實不太能夠操作 還是會結冰等等 我們之前也跟各位朋友 介紹過 韓國軍艦去了那個海森威 結果哇塞 這個整個船 動得跟冰棒一樣 然後呢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俄國是希望能夠要 就是在那個 遼東半島 有一個港口 當然他就看上了 大連跟旅順了 那所以呢 那這個情況下 那個當然俄羅斯就出來 那個出來干涉 所以那俄羅斯對不起 就那個日本就只好 那個忍下來 然後把那個 多要了一些 那個就是賠償金 然後呢 把那個遼東半島 就那個 讓還給了那個 那個清代 但是呢 那個清國呢 為了要感謝 這些國家出來幫忙 所以他呢 也就把那個遼東半島 還有旅順大連 都租給了這個俄羅斯 但是這麼一租呢 日本其實當然也不爽 但是不爽在新 所以呢 在1904年2月8號 那個東鄉平巴郎 就率領了這個日本的這個艦隊 攻擊了那個 住在旅順的這個 俄羅斯的這個艦隊 然後呢 而且開始進攻 這個旅順的要塞 然後整個日俄戰爭就開始 當時我們看到很多電影 包括像203高地等等 都是在描寫那一段 這個故事跟歷史 那其實你從203高地 這部電影你會發現 日本那些 當時日本陸軍 帝國陸軍的那些指揮官 其實那個指揮能力 也都不怎麼樣 就一直派部隊衝啊 殺啊往上衝 結果就被那個當時 那個俄國的部隊 用這個機槍 這個殲滅無數 對 那當然在海戰上面來講 我們剛剛講到 當時那個俄羅斯的太平洋艦隊 等於一開戰 就被困在那個旅順港裡面 出不去嘛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那俄羅斯 當時的尼古拉二世 就決定調出他的精銳 波羅的海艦隊要過來 那波羅的海艦隊 其實你知道 他當時要從 這個波羅的海的 這個聖彼得堡 然後開始起航 然後繞過整個地球 然後一直到了 這個對馬海峽來 其實經過了 非常長的時間 那對於當時的日本來說 他由於這個戰爭 就在他家門口 他等於是以義代勞 但是日本也知道 俄羅斯人這樣想 但是他絕對不給 日本人這樣的 那個俄羅斯人 這樣的機會 所以當時 東鄉平巴郎 就率領了這個艦隊 其實估算了 大致的時間 已經就命令各艦隊 隨時要準備生火待發 那當時日本的這個艦隊 有一艘這個船 他在那個 等於對馬海峽附近 就發現了俄羅斯的 這個艦隊的蹤跡 因為你看 從畫面上你可以看到 當年的這些軍艦 都還燒什麼燒煤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本身在航行的時候 非常大的這個煙 所以當這個日本的 一艘叫信隆號的這個船 發現了這個 俄羅斯的這個艦隊以後 馬上就通知了 當時的這個聯合艦隊 所以聯合艦隊 馬上就下令開始出擊 而且當時東鄉 打了一個非常有名的 一個信號旗 就是Z字旗 這個Z字旗就代表 就是說皇國心肺 在此一戰 然後各員奮力 那個奮發 所以當時 其實在整個那個艦隊中 我們看到 他在作戰的時候 當時日本的那個艦隊 在這個地方 他從釜山出來以後 對不對 那當時那個俄羅斯的艦隊 他從這個東海上來以後 他也是 就循著這個前幾天 中國大陸的這個軍機 通過這個路線 他在這地方 通過對馬海峽 兩邊要對上了 對 在通過對馬海峽的時候 日本的這個艦隊 在這地方以意待牢 而且日本這個艦隊 他當時採取一個叫做T字戰法 那個就是 T字戰法 對 在當年的這種 那種艦隊 或說是這種戰艦的 這種艦隊的攻擊之中 他要進行一個搶踢 你看他為什麼要搶踢 因為當你看 俄羅斯的艦隊 就藍色的船 他從南邊上 西南邊上來對不對 他在由南往北開的過程中 他是一個一字隊形 那這個日本的艦隊 他用打橫 然後全橫的 變成一個T字隊形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日本艦隊可以發揚火力 你看 他像這個T字艦隊 他上面你看有四艘船 大講灣 他發射的每一枚炮彈 他都能夠打中第一艘船 但第一艘船 他能夠發射的炮彈 在第一時間之內 他最多只能發射炮彈 打到前面其中一艘或兩艘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等於你四艘船的火力 全部籠罩在你第一艘船上 所以你看 這麼一空 第一艘船沒了 第二艘船沒了 第三艘船沒了 第四艘船也跟著沒了 就這樣子 對 當時你知道 整個海戰打下來 你知道嗎 其實以日本來 以當時俄羅斯來講 他當時看到日本艦隊 他不能夠陷入 日軍的T字隊形 就是由重隊 面對他的橫隊 他應該要把他自己的重隊 也轉為一個橫隊 但當時俄羅斯的艦隊指揮官 一心只想衝過去 然後衝過去之後 趕快進入海森威 所以說他根本無心練戰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他的艦隊當然就被日軍 真的是徹底殲滅 而且他當時 日本的損失 其實可以說非常非常的輕微 他整個作戰的過程中 日本艦隊只損失了 三艘魚雷艇 因為你如果說 你能夠把這個T字 等於說你用整個橫隊 橫在敵人的前面的話 敵方是一個重隊 你的火力可以發揚 但是他的火力 沒有辦法發揚 因為在當時來講說 你可以看到 這個日俄海戰 它本身還是一個 艦炮 炮戰的一個海戰 所以你看各個船 你看你這個 橫隊的日本軍艦來說 它前後有炮塔 然後那個艦身 中央也有炮塔 那這個炮塔 它才能夠把火力 等於說一次 全部都集中到 一艘敵方的艦艇上 但是相對來說 它那個重隊的隊形中 它第一艘船 它了不起就前面 A炮位跟B炮位的炮 它能夠發射出去的炮戰 你看對方有好幾艘船 它頂多能夠打到 其中一艘或兩艘 那它的火力 自然而然沒有辦法得到發揚 所以在當時來說 俄羅斯艦隊的指揮官 可以說犯下了一個 非常大的致命錯誤 它把它自己最弱的部分 暴露在敵人最強的部分 那當然它的艦隊就被痛打 那當時俄羅斯的艦隊 它那個艦隊中 其實以當時的兵力來相比的話 俄羅斯的波羅的海艦隊 跟日本的聯合艦隊來相比 基本上來說 力量大概來說 基本上是一個 勢軍力敵的一個狀況 就兩邊的裝備 大概是差不多 但是在兩邊裝備 差不多這個情況下 那個俄羅斯艦隊 居然最後弄到 被日本艦隊全監 這實在是戰術上來說 犯了致命的一個錯誤 中國的雾霾嚴重 沒有想到說 民眾用球鞋來做口罩 到後來大發力士 環宇搜集團隊的雲霾嚴重 中國霧霾問題有多嚴重 竟然到了伸手不見五指的情況 設計師 設計師王智君兩年以前突發奇想將帥氣的球鞋製作成帥氣的口罩 Po上網以後 Po上網以後好評不斷 他熱愛球鞋 於是從2014年開始以球鞋為材料 親自將鞋子改造成有型又好戴的口罩 至今已經完成數十款不同的作品 不過讓他聲明大造的作品是一款用限量版艾迪達球鞋所製作的口罩 這個成本折合台幣兩萬兩千四百元的台幣的口罩 競標價高達台幣十六萬元 挑戰新聞讓我們繼續看下去